你們這樣子 我有點擔心你們到時候考照的問題 我可能沒有跟你講 大家不要小看這個考試 這個考試的話 你如果沒有事前準備的話 沒有花一點時間去準備的話 如果你的基礎不是足夠好的話 你是不會考過的 我是很嚴肅的講 因為這個症状它是從第一行寫到最後一行 這是第一個 如果你平常沒有這種能力 寫一個程式能夠自己在一定的時間 因為這是考試嘛 對不對 在一定的時間裡面你就要把它做好 如果你沒有這個把握的話 我會強烈強烈建議你 你一定要自己找的時間在平台帳號做練習 不是跟你開玩笑 因為那個是電腦判斷 沒過就是沒過 你的錢就白交了 不會有第二次機會 所以要跟大家講 沒有那個第二次機會的 這社會上的事情就是一次就一次 一次機會就一次機會給你 沒有過就沒有過 沒有說什麼再來補考這件事情 絕對沒有 也沒有說像什麼考駕照 考什麼那個行照駕照 什麼那些 繳一次前上考考保證 考到讓你過 沒有社會事情 就一次喔 就一次而已 就跟大家講 第二個就是 因為它這是電腦夜間 各位在大一的時候應該有經驗 就是 程式啦 沒有那個 那個頻段程式是完美的 所以有時候來講就是說 你少一個空格 多一個空格 那你的格式稍微有點不對 它就會跟你判斷錯誤 所以你那個東西 你要寫了才知道 你要親自寫了才知道 不要到考場的時候 就是在那邊 在那邊debug debug老半天 就是為了一個空格 兩個空格 這是很滑過來的 這是很滑過來的 再來第三個就是 考試有九十題 九十題 不要懷疑 九十題 九十題 好像抽幾題 九題 還多少題 所以 你意思就是說 雖然題目很 不會太難 尤其是前面也不會太難 但是 問題是 你要準備的 就像我剛剛跟你講的 你要準備的範圍也是很大的 那你不 花一點時間 好 就是 其實你真的花一點時間 真的不需要花太多時間 但是重點你要花時間 就是 去準備一下 因為你有準備跟沒準備都差很多 你有準備的話 你在考試的時候 你就可以簡單的先做 基本分數先拿 然後 比較困難的題目 比較困難的程式再往後拿 這樣 比較能夠保證你能夠過 所以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我看到你們出席狀況 我真的蠻擔心的 很多同學可能還以為說 沒關係我回去 回去那個影片看一看 不要騙我了啦 我這樣 我這個輔導徵照了這麼多年 輔導了這麼多年的學長 學姐 你說真的能夠回去好好看一看 然後又 剛剛我講的又需要花時間好好去做 那個 那個喔 你真的喔 嘿 我可以跟你講 人數不多啦 嘿 所以不要騙自己 所以 一開始我就跟你講 要先把心振起來 就是說 嘿 就要重視這件事情 不要到這個 到時候再臨時報告小明 嘿嘿 之後你再讀運氣喔 好 所以 我還是跟你強調一下 我們從codejudger那邊先進去 因為你如果沒有寄到你信箱的話 我可能明天要跟那個 TQC的人去驗證一下 所以這是codejudger codejudger的網站 我上次已經講過 我要再弄一次喔 登入這邊 你就輸入你的 啊 那個 在那個 Google phone 填的表單 表單的那個 帳號 也就是你的email 然後 密碼就是 內定密碼 如果你還沒有進去改的話 這個就是內定密碼 白板上面就是內定密碼 19911223 19911223 好 那因為我已經有我的帳號密碼了 啊 我的帳號密碼就是 就是說已經公佈在FB了 這個就是說 給那個 如果你已經錢繳了 但是一時之間還拿不到密碼的話 我的帳號算是借你用 借你用一下這樣子 那等到你這個 拿到你自己帳號密碼的時候 你就用你自己的帳號密碼跟進去 因為 這個福利就留給這個 比較晚交錢 比較晚交錢的人 所以 你有自己的帳號密碼 就用自己的帳號密碼 進來之後我已經講過 上禮拜講過了 就點這個 點這個 然後這邊有一個TQC 加的一個題庫 然後因為我們是Python證照 所以我們考的是這一個 那TQC的話 把這些其他相關的證照都給你 考題也給你 如果你有興趣做其他考題的話 也可以啦 反正就是練習 當非常自己的能力也可以 所以就點這個 點這個程式語言Python的話 總共有9類 大概就是9類 到這裡 後面這個什麼TQC網頁 這個資料解取分子 是另外一張證照的 這個不用管它 這個後面什麼TQC 這個都不是我們要跑的 反正就是前面9類 前面9類 每一類有10題 每一類有10題 所以你就開始練習 它就列出來 開始這邊有10題 每一題進去的話 就是每一題進去的話 都會練出這種題目 說明 要你做什麼事情 然後輸入輸出 它會跟你講輸入輸出是什麼 然後有範例 告訴你輸入範例 什麼樣輸出範例 是怎麼樣 OK 然後我會建議你 比如說 你就是這個 考試的時候 就用Anaconda 或者說我不知道 你其他的熟悉的 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IDE是什麼 反正Anyway 就是你自己看著辦 我會建議你就找個IDE 或什麼 就是確定 這個題目對 假設你就在這邊編譯啊 幹嘛 debug啊 什麼事情都可以 確定了 你就比如說 按Ctrl-A Ctrl-C 然後 貼到這邊來 貼到這邊 貼到這邊來 Ctrl-V貼接進來 然後這邊就送出答題就可以了 這種就答題 然後他會P感 P感 他會告訴你答案對或錯 如果對的話 這邊就是律師 他會告訴你答案正確 如果錯的話就像這個 就紅色的叉叉這樣 OK嗎 然後這邊答題紀錄就會 就會紀錄你說 你過去曾經答題的紀錄是怎麼樣 什麼時候答題 正確錯誤的比例是怎麼樣 所以 這個都提供給你做參考 這樣子 然後或者是說 你不用Ctrl-C 就匯入程式碼也可以 匯入程式碼意思就是說 比如說你把這個編好的檔案 儲存到 儲存到一個那個什麼 一個目錄底下去 然後 你這邊來講就是 如果你不用貼的話 你就用匯入程式碼 然後去選那個 那個答案 剛剛存的那個答案這樣 就看你 看你啊 看你要是要 匯入程式的方式 還是直接用TA的方式 就看你 然後有時候來講這邊就是 PQC 有時候來講就是說 他會有一個代編修檔案 有的有 有的沒有 所以不一定每題都有 他這邊來講意思就是說 有的地方就是說 因為城市可能很大 或怎麼樣 他為了 為了怕你這個什麼 這個 寫太多 或怎麼樣 所以他有好心 他有好心提供你一個 比如說可能寫 寫一點點 寫一點點的那個 那個答題 他裡面會有一些提示 好 比如說這個 這個P1101 那我就去開好了 好 所以你看到這邊 好 這邊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提示 這樣 理題沒有什麼 你也可以不要他提示去做 都沒有問題 反正 這個反正你最後寫出來 正確就可以了 OK嗎 好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提示 算是提示 或是簡單的一些檔案 提供給你做參考 好 對Call加角有沒有問題 大概主要的操作就這樣子 然後沒有的話 今天來講 就是我們前面花一點時間 讓各位去熟悉一下 這整個環境 好 所以比如說我大概 比如說你看這個 鬼魂的屍體 其實 這屍體都很簡單 比如說我們來做幾題好了 然後 給大家 一點時間自己去做練習 然後 你也可以參考我的講義 我的講義這邊來講 呃 我的講義這邊來講 每一個單元 後面都有那個 參考答案 好 這個都是我從那個 答案 那個什麼 提庫那邊抓下來的 好 這個都是 然後這個參考答案 給你做參考這樣子 好 如果你不會的話 好像都寫不出來的話 給你參考 那 我目前來講 大概我都未進去 T2C的那個 Code Judger裡面跑過 都是正確的 所以就是 提供給你做參考 這樣子 好 我們就挑幾題好了 跳幾題 我們跳比如說 13579好了 好吧 13579 考試不是啦 考試就是整個範圍都考啦 我是說今天 因為我們時間的關係 我不可能讓你每題都練習 好 就跳13579 然後讓大家練習一下 你自己可以點進去看 自己點進去看 然後你自己練習的時候 盡量 像這種很簡單的題目 在3分鐘內 你把它解決掉 3分5分鐘 你把它解決掉 不要拖 把時間留給比較困難的題目 所以你試試看 試試看 像第一題很簡單 第一題很簡單 就是說 要你設計一個層次 輸入四個整數 然後把這個四個整數 以欄寬為五 藍與藍之間控解一個 建卡 什麼什麼什麼 反正就是 看這個比較快 解釋比較快 就是看到說 給你 你就要輸入四個整數 所以你就是要知道說 那這個輸入的話 我叫Input 對不對 那怎麼輸入 對不對 然後輸出 它要看你寫一個程式 輸出什麼結果 你會看到說 就是 基本上來講 就是把這個四個數字分成 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靠右 每一個數字靠右 這四個數字靠右 還有就是說 比如說 這個數字的旁邊 會有垂直的符號 這樣子 所以第一個部分來講 就是 四個數字 然後兩個兩個 一組 然後 第一個是靠右 然後 藍寬為五 所以說 每一個要顯示的這個 數字的話 總共有五個 你可以想像就是五個欄位 所以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就是 一樣同樣的數字 但是這次是靠左 靠左對齊 這樣子 好 所以清楚嗎 這個題目的意思 搭配一下你就很容易了解 好 所以 給大家五分鐘做做看 一三五七 你如果 速度快的 你就是坐後面了 好不好 自己往後坐 然後有什麼問題你就舉手 有什麼問題你就舉手 那跟各位強調一下 第一 那個考題 就是考得到真正考證照的題目 就是完全一樣 好 除了這個單元 第一個單元 它會出變化題 好 這個單元 它會出變化題 因為這個單元的題目 很簡單 程式設計題目很簡單 你們應該都會答 只是那個格式 那個地方比較 空格什麼 那個比較麻煩一點 第一個單元真的很簡單 所以應該都會答 所以它第一個單元 特別會出變化 小小的變化這樣 所以跟大家講一下 那其他的二到九單元 就 就完全從那個題庫 這個題庫裡面完全一樣 一字不改出出來 好 所以我們就給大家 半個小時 到我們7點 7點40 好吧 等一下做練習一下 然後 想要 報考證照還沒有交錢的 然後 來前面一下 你要交錢的話 就來前面一下 然後記得要填那個表單 顧供奉要填那個表單 因為那個是 要填 要送給TQC的人 要做考場紀錄的 所以你一定要填那個表單 有沒有 剛剛不是有同學說 要來交錢嗎 自己寫一下他的資料 啊 寫一下你那個 電話 那個 電話跟E-mail 那個表單 那個 結果不要照repana 記得要aring 打開 算是 那麼 就 是 enter 好 那 呢 吳 哦 可以OK 先生 先生 剛好的先來 因為我沒有什麼名字 來 下一位 就寫一下 上面有我的名字是 那你就寫一下你的電話 e-mail 有寫一下 有沒有寫一下 嗯 最好是一起 可以讓它綁在一起 沒有 因為我上次沒過的 因為 你要 平台還是要錢 不然 こ來 好 好 好 這麼 应该是X是不是 OK 来写一下 我那个帐号好像只能一个人登录是不是 我都不知道 你没有如果先接没有帐号跟别人用一下 就先写好然后用别人的帐号去试试看 看能不能通过这样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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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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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完的可以去做其他題目 都可以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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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憎干 總文字幕 李宗盛 內文 好,我再強調一次,就是 可能因為作業的關係,他還沒有寄E-mail 但是PQC的人已經告訴我,就是說 你們那個平台的帳號密碼 原則上就是你在Google表單上 填的E-mail的帳號,那個是你的帳號 然後內定密碼就是1991-1223 所有人都一樣,所有人都一樣 但是如果你要進去以後,你要改,可以 你也可以把它設定成,就是說 因為這個是1991-1223是第一次你內定的密碼 那你進去之後,如果怕別人用你的這個帳號密碼的話 你可以把它改掉 你可以進去以後把它改掉 去設定之後把它改掉 在NACONDA裡面,這邊有HELP這個地方 這邊比如說你就可以輸入指令 怎麼樣 它就會告訴你這個指令怎麼用 需要哪些參數,比如說有SEP, END 什麼這些,然後下面一些說明 這是,我不知道 會不會一定肯定可以幫上你的碼 就是說當你在考試的時候 當然就是說,我只是提醒各位一下 在考試的時候會斷網 應該會斷網 斷網的話,你就是沒有辦法去用Google 什麼這樣直接去查 所以要跟各位大家強調一下 所以就是說,如果在這邊 蒙蓉蒙蓉HELP 好 好 提裝給大家參考 好 好,第一個單元的第一題 很簡單 大家剛剛知道 我題目已經稍微跟你解釋過了 就是說 要你輸入四個數字 所以就是第一個要考你 就是說你輸入會不會 input會不會 那再來就是 你輸入之後 比如說我是用整數的方式 我把它轉成整數 當然你也可以說我不要轉 但是你如果不要轉的話 就提醒一下 就是說 你要知道說你input進來 跟各位強調 那個資料 會被當自串 所以你如果要去排序 什麼之類的 那要注意 注意的就是說 你要記得是說 你處理的是自串 好 所以這個跟大家提醒一下 那再來就是說 這個題目來講很簡單 就是說 它也就是以這個 四個數字為一 就是算是一起處理 就是說 所以你就會是說 它基本上就是兩個部分 前面部分的話就是 列出 一次列出兩個數字 然後 在這個每一行的前後 用一個垂直線 分開 然後 前面這一半的話 這些數字都是向右靠旗 後面這一半的話 這邊的數字顯示都是向左靠旗 所以這邊考的地方就是說 向右靠旗 向右對旗 向左對旗 會不會寫 然後還有就是它的那個 這個數字顯示的欄位 總共是有五個欄位 包含 包含顯示的數字總共有五個欄位 所以也考你就是說 那你要設定一個欄位的欄寬 總共有幾個數字會不會設定 就是 主要考這幾個東西 所以這個 很簡單 輸入 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 欸 你要印出來 這邊是用很簡單 F-Stream這樣 然後這邊垂直 對不對 前後垂直線 對不對 然後AB 這是ABCD 對不對 這四個數字 ABCD 所以 AB AB在第一列 CD在第二列 然後 5D 就代表 代表說這個數字 總共有五個欄寬 D是代表Integer 代表我這邊顯示的是要整數 所以就我剛剛講的 你這邊 我這邊全部把它轉成整數 這樣理解嗎 所以 這邊才能夠用D 因為D代表是整數 好 那這是 代表這個數字 顯示的時候 是五個欄寬 五個 數字的欄寬 內定 數字在顯示的時候 一定是靠右 好 你不會看到 看到這個 數字顯示是靠左的 沒有 內定數字顯示都靠右 所以 第一個 第一個部分顯示的話 靠右 就不用寫 好 就不用 不用特別寫他說要靠右 當然你可以用大語 好 這邊我記得 在前面的講義 這邊有跟你講說 是大語的話 就是靠右 對不對 在哪裡 在這邊 對不對 大語的話是向右靠旗 小語是向左靠旗 然後 這個向上的話是自中對旗 所以 這邊的話 好 你當然要寫大語也無所謂 不寫也對 不寫也對 這邊 那下面那個的話 就是向左靠旗 這四個數字 向左靠旗 所以 向左靠旗的話 你這邊就要加一個 小於的符號 代表這邊四個數字 都是向左靠旗 好 OK嗎 有沒有問題 所以就考這個 這是向左向右對旗 藍寬 會不會寫 這是第一題 再來第三題 第三題也類似啦 就是說 你看他這邊只是把它改成 那個什麼 字串 有沒有 他現在不是數字 是改字串 然後呢 也是類似一樣 有沒有 這個的話 是向右靠旗 有沒有 一樣 切成兩半 這是向右靠旗 這邊是向左靠旗 對不對 所以 然後 再來就是那個 藍寬 這四個單字 藍寬都是10 藍跟藍間可 一個空白字眼 跟各位特別強調 這邊多一個 藍跟藍中間 多一個空白字眼 所以這個地方來講 你寫的基本上跟很像嘛 對不對 然後這邊就要特別強調 這邊要多一個空白 這邊都要過一個空白 空白 好不然你就會錯掉 然後 這邊 因為他輸入的都是字串 對不對 所以我不用強制形態轉換 好 那字串顯示都是用什麼 S 對不對 所以我這邊都是S 然後 十個 十個 誒字圓嘛 對不對 所以這邊就是S OK嗎 沒有問題 很簡單嘛 對不對 所以在跟你講說 呃 事實上來講 一通百通 但是事實上就是 要你去做 做了之後 你就會覺得 啊沒有什麼 對不對 OK嗎 好 第三題 在第五題 開始就是一些 簡單的一些 數值的運算 像這個很簡單 就輸入兩個正數 但是你去看他翻譯的時候 他告訴你 可能是伏點數喔 因為真的有點5 對不對 所以你心裡要而底 好 就是說 不要是輸入整數 他已經暗示你了 說這是伏點數 好 然後代表一個矩形的寬跟高 計算並輸出 這個矩形的高寬周長跟面積 所以他要你輸出這個 好 注意一下 這個實在很討厭 但是有時候來可能是這樣 等號前面有空白 等號前面有空白 還有 還有 這邊 該大寫的地方要大寫 懂嗎 還有 你看到 這邊數字顯示都是小數點 後面都是兩位 他這邊有沒有告訴你喔 他告訴你說 這個 輸出的時候 都是要 後面是要伏點數兩位 所以這也是考你 簡單考你說 我有一個伏點數 我要印出來的時候 那我要指定 小數點後面是兩位 那你會不會用 所以這個就是考這個 好 這應該沒問題了吧 好 輸入 欸 寬跟高 所以第一個是寬 寬跟高 隨便啦 寬跟高 然後 印出高是多少 寬是多少 所以 你要知道是 0.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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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不是代表float嗎 對不對 這個是代表伏點數 時數 2的話代表是什麼 0.2 代表是小數點後面有兩位 0.2 ok 好 所以這不是0.2f 都是0.2f 剩下的沒有什麼嘛 對不對 注意一下就是剛剛講的 等號這邊前後都有空吧 好 有沒有問題 好 輸入是高跟寬的順序 這是要跟你講一下 它輸入是高跟寬的順序 輸出也是高跟寬的順序 所以高要在前面 這個是高 這個是寬 好 所以這個是高 這個是寬 Hight是高 Wish是寬 ok 好 第七題 很簡單 輸入五個數字 這邊我跟你說 輸入五個數字 然後幹什麼呢 輸出幹什麼 叫你把五個數字 再輸出一遍 然後算它總和平均數 算出來 把它印出來 然後 它也告訴你說 總和平均數的話 記得 它要輸出的話 是到小數點後移位 好 ok 所以這很簡單嘛 對不對 第一個你看它是輸入五個數字 對不對 喔 注意一下喔 你看 前面這輸入的是整數 這邊輸入的是浮點數 所以保險一點 你還是要把它假設是輸入 會輸入浮點數 這樣懂我意思嗎 然後第一個的話就是 把這五個數字印出來 你會看到這五個數字印出來 然後 中間是用空格把它分開 你會看到這邊都是空格把它分開 然後印出它的核跟平均 一樣等號前面有空白 注意一下 小數點後面一位 小數點後面一位 好 這應該不難吧 所以你看它媒體 幾乎媒體都有考格式 好 都考格式這樣 好 所以 input進來 我用EVAL 你要用float也可以 但是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我不知道我沒有試過 像這個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 88.0這種東西 知道我意思嗎 如果有88.0這種東西 你輸出的話 是不是要小心 是不是要 也是一樣輸出 88.0 所以 這個小細節 注意一下 你可以試試看 試試看 看你如果是用float 我也沒意見 那你試試看 應該不會這麼龜毛 應該不會這麼龜毛 去挑剔這種東西 好 那印出來 印出來 印出來的話 我就把它當自串印出來 所以你看到時候 我就把它當自串 然後 和沒有問題 平均沒有問題 點EF 就是小數點後面一位 這邊注意一下 最好 這是要除以5.0 不要寫除以5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如果輸入整數 整數出整數 有可能是整數喔 整數出整數 有可能是整數喔 所以 保險一點就是 整數出浮點數 這是小技巧 小觀念 整數出浮點數 會是浮點數 對不對 所以我不管你前面 前面是整數 還是浮點數 反正我後面 除以一個浮點數 我就保證結果 一定是浮點數 我就不用在那邊傷腦筋 這樣懂的意思嗎 不然你就要給補一點 這邊把它 轉成Float 然後除以5 我也沒減 還是除以5.0 OK嗎 這種小細節 這種小細節 注意一下 因為我不知道說 那個Code Judger系統來講 會不會因為這個 判定你的程式是過還沒過喔 嘿 但是這種東西就是 我相信大家都會 大家都會 但是有時候來講就是 你會發現 欸怎麼卡在這裡 好啊 就是這種地方就卡了 好 第9題 正五邊形的運算 公式給你 好 公式給你 S 它要你輸入一個正數 S 代表它的邊長 正五邊形的邊長 所以你輸入只有一個S 正數 輸出是要是五邊形的面積 然後它告訴你是 輸出的是要小數點後四位 我想這個應該都沒有問題了吧 所以這個事實上也不難 你看輸出是5 然後輸出就是一個浮點數嘛 對不對 可是這不難 啊 就是說第一個來講就是 你要把它轉成可以運算的 不管是浮點數或數值 再來就是因為你要有這個π 好 建議大家 建議大家 在寫寫程式的時候 不要 不要在這邊寫說π等於 3.1416 有人寫3.14 有人寫3.1416 有人寫3.14159 什麼嗎 多了一堆 好 然後你在這邊做運算 欸這邊做運算的時候發現 欸 算出來你可能會怎麼樣 跟這個標準答案 差0.001 這樣懂我意思嗎 喔 就是說這是一個考試的技巧 強烈建議大家用標準的寫法 標準的寫法就是什麼 max.π 這樣懂意思嗎 欸你寫 你這你 我不知道你除非你是天才能夠 像那個什麼 有一些那個demo說 一些人說可以寫到 π可以寫到 小數點後面一百位 一千位一萬個位 好 要不然你這個算出來的話 有可能會 會差那麼一點點 所以建議大家就是用 標準制式的這種 呃 max的這個pept.π 代表這個π 這樣OK嗎 那你在用max 凡數的時候 記得 剛剛有同學就犯這種 小小小小的錯誤 欸 就是沒有 要記得要import這個package 進來 好 因為max這個 數學 好這個好用的數學的這個 程式庫 好 還是要import的進來 它不是內定的 好 它不是內定的 所以你要import的進來 然後 tan 這邊因為它這邊有tan 這邊有tan的運算 對不對 這邊有tan的運算 所以這邊的話 要max.tan 這個你沒有辦法 這個一定要用那個 max的這個tan 你不可能自己寫 對不對 啼笑 其他的就沒有問題了 對不對 這邊把它轉成float 對不對 所以這邊就是套公式 然後 點4f 小數點後四位 這樣子 OK嗎 有沒有問題 好我們就開始了齁 應該有看到吧 所以這邊是運算式換算式 我想各位應該上過很簡單 很快的講過去了 第一個是說 什麼叫做運算源 運算值 這個稍微有點概念就可以了 所謂的運算值 就是你要做什麼動作 你要對資料做什麼動作 那個叫做運算值 加減乘除啊 什麼這些 爬線啊 什麼的 這些都是屬於運算值 那被 要被運算的資料 叫做運算源 就這麼簡單 所以3加2 3跟2 都叫做運算源 就叫operate 所以沒有什麼啦 就是知道一下就好 這個也是一樣 要做的運算叫運算值 對不對 所以and是運算值 s跟y就是運算 運算源 好那 這個沒有問題啦 算數運算值 加減乘除 那考試可能會考的 就是大概就是這個 這個跟這個嘛 對不對 還有這個嘛 對不對 因為考加減乘除 沒有什麼大家都會寫 對不對 所以爬線就是取餘數 兩條斜線 就是 整除 求那個傷 整數的傷 比如說32 這個 好 因為除是一條槓嘛 一條橫線嘛 對不對 所以兩條橫線 就代表說 我要取 是只有整數的部分 好 32除以5 你會得到6.4 但是 這個兩條斜線的話 我要取整數 主要取整數 所以我只會得到6 好 所以這個要稍微注意一下 啊 有考一題吧 這個也是常考 這好像考了好多題 次方 好 所以這個是7的平方 好 這49 這應該沒問題吧 啊 所以這個 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好 就考題的部分 大概就會用到 然後 這沒有什麼啦 加 在python裡面 可以當作數值運算 也可以當作自串的連接嘛 對不對 所以這很簡單的概念啦 比如說這一個 這個 這個的話就是自串 加自串 所以這個 這個加就會變成連接 而不是做數值運算 好 這個應該很簡單 那 關係運算就大於小於什麼 這些的話 就比較 那就會得到true跟false 這也沒有什麼 所以這個也沒有什麼 這個就等一等 對不對 判斷有沒有相等 對不對 這個就是不等 對不對 大於小於 大於等於小於等於 我想這個應該都沒有問題啦 尤其是在 條件的時候 常常會用到等等 對不對 條件的時候 常常會用等等 或不等 對不對 and or not 應該不用講了吧 好 這我想就不多說了 這個應該你們都會的 然後 這符合就加等 減等 除等 乘等 爬線等什麼話 各位的 有沒有 這應該沒問題吧 I 加等於5 就是代表什麼 I等於I加5 也就是說 一方面他做運算 一方面把運算的結果 指定給等號左邊 的變數 就這樣 啊 這個也沒有問題吧 I減等於5 I減等於5 就是I等於I減5 先做運算 然後把運算的結果 再指定回給原來的變數 OK 沒問題 其他都一樣 沒有什麼 來 再來就是一些 python風格的寫法 因為 python這樣寫的話 後來很多語言都 都這樣寫了 好 交換兩個變數的 ab的內容 可以寫成怎樣 ab等ba 沒問題 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把b的原先的子指定給a 好 你就想要新的變數啦 新的記憶體位置 然後把舊的a的子指定給新的b這樣 互壞 對不對 就互壞 OK吧 好這要學會喔 就是說你這個來講就是 你會寫這個東西代表說 人家之後你大概就真的懂tyson 來再來這個寫法也可以學一下 你看 考試不會考啦 但是就是說你又要寫的話 寫出來會嚇死人 或是什麼 很厲害 啊這個沒有什麼 就是說 比如說1小於等於b and b小於等於a and a小於10 有沒有 所以這個你看這個都是連在一起的 有沒有 這個跟這一個跟 跟這個都連在一起 對不對 這個連到這裡來 這個連到這裡來 對不對 所以你會把這樣的條件 直接寫成這樣 A小於等於b and b小於等於a and a小於等於10 這個事實上是一樣的 這個事實上是一樣的 有問題 這個你會寫的話 有時候來講就是 投機摸狗取巧一下 這樣 好就講完了 就講完了 因為總是要講一些你們可能不太熟悉的嘛 對不對 表示老實在是比你們厲害一點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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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不到這個錢 來 if 也沒有問題 這也沒有問題吧 好 if else 所以這也就不講了 來 做題目 有沒有問題 所以第二個單元就這樣 簡單吧 前面的單元都很簡單 前面的單元 來 我們就給大家 15分鐘做一下 看好 能夠做多少做多少 好吧 稍微有一點 小小的難度啦 跟你講難度啦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論年的這個判斷 這個論年判斷題目是很典型啦 也很簡單的題目 但是 你條件設得不好 你就會把自己搞得很複雜 事實上來講就是 不用那麼複雜 不用那麼複雜 這個題目很簡單 就是要你輸入一個西元的年份 判斷它是不是論年或平年 它規則告訴你 基本上每四年一論 但是一百年不論 四百年一論 規則就是三個 所以你如果直接這樣寫的話 你如果按照這個題目寫的話 你會很頭大 比如說你四年一論 就是莫德四等於零 比如說是這樣 對不對 如果你這樣寫的話 你就 啪啪啪啪 因為你接下來是百年不論 也就是說 碰到一百年它就不是了 所以就是說 這邊你在寫這個題目的時候 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 這個概念我把它整理出來了 莫德四等於 一個是莫德四等於零 就是 四年一論 對不對 然後另外一個是莫德四不等於零 對不對 然後他們之間的關係 是這樣的關係 就是莫德四等於零的話 一定會包含莫德一百等於零 跟莫德四百等於零 所以這個邏輯清楚吧 你的年份 先不管日年平年 先不要管它 對不對 你就先管說莫德四是等於零 莫德四等於零的 比如說這裡面的範圍 這裡面範圍都是莫德四等於零 那你莫德四等於零 當然莫德一百也會等於零 欸對啊 就會更小 對不對 你莫德四 莫德一百等於零的話 的這些年 一定莫德四等於零 我這樣講應該就清楚了吧 對不對 阿莫德四百等於零的這些年 他一定莫德一百等於零 一定會被包在裡面 這樣OK嗎 好 所以就是這個概念清楚 對不對 這個概念清楚 先不要管它 潤年平年 什麼不管 其實這關鍵的地方 其實就在於是說 莫德四莫德一百 莫德四百 這些數字之間的關係 它包含的關係是什麼 如果很清楚 好 那接下來就簡單了 好第一個我們先輸入 先把要這個計算 要判斷的年份輸進來 當然最後要把它轉成整數 對不對 好 所以這些接下來的話 就是說一個寫 寫程式的一個技巧了 你要怎麼樣去判斷或輸出 這個年份到底是論理或評理 好 一定是if else 對不對 我們的寫法一定是if else 好 if else的一個寫法的話 也就是說 它越往後面 它越往後面就是越邊緣 好 越邊緣 所以它的一個寫作技巧就是 從核心開始寫 好 從核心開始寫 因為從核心開始寫的話 你就是一邊寫一邊往外 一直拓展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如果從一開始寫莫德四等於0的話 你就會面臨到一個問題 莫德四不等於0 比如說你這邊寫莫德四等於0 那你接下來這邊的l 就是莫德四不等於0囉 莫德四不等於0是在外面這些 那你要怎麼辦 你這裡面 裡面這些東西 跟外面白色這個地方 你要怎麼判斷 你從這個關係圖上 你就可以知道說 如果你這樣寫 第一個條件是莫德四等於0的話 你接下來的這個條件 你很難去描述它 黃色、綠色、藍色這個部分的一些東西 你很難去描述它的關係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那個技巧 這個觀念的技巧就在這裡 我是從莫德四百開始寫 從裡面這個開始寫 從裡面開始寫的話 這個等於0 就是黃色裡面的東西 那後面的這個東西 衣服後面這邊 這邊所有東西 我不管它是什麼 就是這整個外面的東西 這樣懂意思嗎 從那個Van Dagon這樣看來嘛 對不對 那外面這些東西我不管 這是這邊 這邊的東西 那我再去過濾 我在這邊 所有的東西 這邊都是 對不對 黃色外面 不管它 外面這邊 所有的東西 都是 然後呢 我再一層一層過濾 對不對 四百等於0 那就是一個平年嘛 根據這邊的規則 那 潤年 它告訴你四百年一潤 所以它這邊 Lip Year就是潤年 所以它是要你印出來 這個 這一個年是一個潤年這樣 好 那這邊所以這個潤年 OK了 那接下來就是其他囉 下面就是其他 那下面其他這邊的話 就好就再分 綠色的地方 一百有沒有等於0 對不對 如果一百等於0 就是綠色這個地方嘛 就很清楚嘛 對不對 這邊就是綠色的地方 就很清楚 那一百 就是什麼 平年 百年不論嘛 所以我就很清楚說 啊這個 一百等於0 就是一定是綠色的地方 對不對 啊所以就是 不是 不是潤年 這樣OK嗎 然後 一百後面呢 後面這個條例就是 一百不等於0嘛 就是我現在外面這個地方嘛 對 因為 裡面這個地方 已經在這邊 已經討論過了 所以剩下外面這個地方 外面這個地方 很簡單 我就判斷是不是 4 莫德4等於0 如果4等於0 就是綠 就藍色的地方 那剩下的就是 白色的地方 莫德4不等於0 這樣清楚我的邏輯嗎 有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 呃 事實上來講就是說 將來啊 不只是說這個考試 將來你們在 呃這個 將來工作也好 或什麼之類的 就是你們在寫這種 if else條件的時候 需要一點技巧 這個 實在是跟大家強調一下 這個 就是你條件之間的關係 if else的關係 能不能清楚的 用一張圖來表示 再來 第二個技巧就是 你從小的地方開始寫 確定的地方 小的地方 開始寫 往外寫 這樣懂意思嗎 齁 因為你從小的地方寫完之後 else已經是往外 對不對 然後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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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 你在你的那個 呃你的那個什麼 程式裡面 對照這張圖 你就會非常清楚說 這每一個條件 應該要寫什麼 那每一個條件 對應到是哪一個 哪一個顏色 那那個顏色 代表1是什麼 就非常的清楚 就不會錯掉 這是教大家的一個技巧 好 有沒有問題 其實今天就要教 教大家這個很重要的技巧 齁 你千萬不要是說 從外面寫進來 齁 你從外面寫進來的話 你會碰到一個問題 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一不小心那個條件下得不好的話 除非你是這樣寫 你要從外面寫進來的話 你叫什麼 這個不等於0 齁 懂我意思嗎 你要從外面寫進來 可不可以 可以 那就變成是這個 要不等於0 當第一個條件 L是什麼 剩下就往裡面 這樣懂的意思嗎 因為這邊的話 就是裡面嘛 往裡面 你也可以這樣寫 齁 你也可以這樣寫 沒有問題 但是先決還是跟你強調 這個圖 要非常清楚 畫得正確 齁 所以不管你是從裡面寫 寫出來 還是從外面的條件寫進去 這張圖 弄出來 就不會錯 齁 有沒有問題 給大家一兩分鐘